观影不自上,好电影需通向 大家好,欢迎收看良品电影 故事又从某个阵子说起 这天晚上一会蒙面人潜入某户人家 他们不仅欠人钱财,还杀人为乐 可怜的小道一家子就被他们残忍的全部杀害 文玄跑来的阿正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嘴笨的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原来阿正是一个打铁学徒 从小跟随师傅一起工作 和师傅的女儿小秀是青梅竹马 长大后的阿正更是对小秀萌生爱意 而死去的小道就是小秀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姐妹 阿正胆小懦弱 时常被镇子上的地痞流氓欺负 这一次更是被两人敲诈勒索 还好被刚好路过的一世无老板搭救 在生活中一世无老板就像一个长者一般 经常给予弱小的阿正帮助 他知道阿正一直喜欢小秀 一世无老板给阿正建议 现在小秀情绪一定非常低落 拿这些钱去买点小秀喜欢的东西给他 阿正有心拒绝 但是他确实应该买一些礼物安慰小秀 随后阿正便到集市上挑了一个精美的发簪 准备送给小秀 正当准备回去时刚好遇到了道三 道三看着阿正便说他最近大祸临头 硬要帮他做法 还煞有其事地询问起阿正的愿望 阿正小声地说道 他想变强悍 如果他能比现在更勇敢 更恐无有力的话 这样就能帮小道报仇 小秀也就不会再难过 道三告诉阿正 我不知道你发生过什么 但如果真的希望如此 你就必须更加锻炼自己 身心都要锻炼 但真正的强者背后必有所牺牲 所以必须超越痛苦和悲哀 才能成为真正的强者 阿正被火得一愣一愣的 随即道三露出了自己真面目 索取了三百文钱口水费 在阿正回去的途中 突然一阵怪风吹来 这个时候一个发着金光的蛇形手环从天而降 阿正视如珍宝 便把这奇异的手环带回了家中 他仔细端详这个手环 随后更是将其带在左手腕上 而此时手环突然紧缩 让阿正苦不堪言 谁知随之而来 阿正身体发生了异变 指甲变长还变尖 甚至还长出两根獠牙 第二天早上 迷迷动动的阿正从野外醒来 赫然惊觉自己手上沾满了血 可是无论他怎么回想 都不记得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是愈加地觉得 这个手环的诡异之处 于是阿正找到一世吴老板 为自己解惑 他感觉自己 好像越来越不像自己了 一世吴老板不已有他 只是淡淡地说到 人生就是这样 没有人真正了解自己 随后还说起 昨天晚上镇子附近 发现有个流氓被人杀死 尸体上有类似被爪子 抓过很深的伤痕 这难道是我失去神之后干的 阿正脑子里不禁生出这种想法 晚上小秀戴上发簪 想让阿正品鉴一番时 他却心不在焉 完全没有听到小秀叫他 直到叫了几遍 他才反应过来 之后阿正也知道 自己已经不是普通人类 他非常在乎小秀的看法 如果我不再是原来的我 那你会怎么办呢 小秀非常肯定地说到 阿正永远都是阿正 这个时候阿正又感到剧烈头痛 他知道他又要变成那个怪物了 随即陶冶似地离开了小秀房间 留下一脸惊恶的小秀 此时镇子上两名盗匪准备再次行动 其中一名盗匪被变身狼人的阿正杀害 这一幕恰好被另外一名盗匪看到 他立即将其汇报给盗匪首领 没想到的是 盗匪首领竟然是一世无老板 原本一世无老板根本不信 经常被人欺负的阿正会有如此能力 但是结合前几天 阿正那天奇奇怪怪的话 似乎一切都说得通了 为了取下蛇行首环 一大早阿正便找到盗三请求帮忙 可是无论盗三怎么用蛮力都取不下去 谁知小叶轻轻一抠就将其取下 事后盗三又拿出祖籍开始查 此物到底是什么 原来蛇行首环诞生于遥远异国的物品 只有被选上的人才可以戴上它 一旦戴上首环就能拥有如同野兽般的力量 但是亦要履行成奸除恶的命运 阿正只是一个打铁匠 他也不想一辈子都要做成奸除恶的伟大事业 变成了一副不人不轨的模样 之后阿正便拿着大铁锤 将神行首环一锤子捶烂 可是等阿正回到打铁铺 却看到重伤不起躺在地上的师傅 原来是医师吴老板带着人 将师傅打成重伤后将小秀带走 还留下战书让阿正接战 走投无路的阿正只能重新找到杂断的手环 他跪在地上一次又一次地渴求得到力量 最终恢复原状的手环重新接纳阿正 戴上手环的阿正就马不停蹄地朝 医师吴老板的老巢急速奔驰 再次变成狼人的阿正具有超凡的能力 医师吴老板的马仔完全不是对手 轻松被阿正全部杀光 医师吴老板以小秀为诱饵 不断吸引阿正的注意力 而他却趁机用手枪将阿正打伤 伸手枪伤的阿正终于醒悟 医师吴老板终究不是他记忆里的那人 阿正利用自己敏捷的伸手救下了小秀 也顺手将医师吴老板推倒在刀山之中 阿正以为自己可怖的外形终究还是被小秀嫌弃 谁知小秀根本不在乎 就在这时 还剩一口气的医师吴老板竟然朝小秀开了一枪 满枪怒火的阿正将医师吴老板的心脏捏碎 可是他终究还是救不了自己最爱的人 也许正如故事中所说 成为真正的强者必须超越痛苦和悲哀 这则故事选自怪谈百物语中第十一个故事 狼男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几观看 好了本期良品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转发哟